MING PAO TORONTO 他是機械人,他也是機械人?! 沒錯,是雖然他有四個輪子,有些有四隻腳 不過他們都是機械人當中的冠軍級人馬 一起看看早前由教育機青年局 主辦的小科技大未來 學生科寶競賽獲獎作品展 除了可以見到這批形態各異的機械人之外 還會有很多本地賽和外出比賽當中獲獎家作品 包括漫畫創作、動畫創作、視頻創作、科學與工程及科技創新等等 幾位參與展覽的同學都說獲獎是對他們過去付出的肯定 亦都珍惜在比賽當中得到的寶貴經驗 雖然說比賽過程是最開心的 但獲獎都會覺得別人認同了 至少我們的努力、辛苦回來的成果是有回報的 支持就多多少少都有 因為這是一個小小的成就 就會像一個推動力一樣 推動我繼續去一方面,繼續前進,更加努力 過程中,你去全賽、澳門區都會見到不同地方的人 然後學到不同的知識 然後都可以豐富自己的月曆 覺得頒獎那一刻嚇倒了 然後會令自己更加努力 因為覺得拿了之後要令自己更加進步 不要說退步或原地踏步 然後就會給自己一個很大的鼓勵和肯定 是甚麼令同學們開始對科技產生興趣呢 很小時候已經很喜歡玩搖控車 但都沒試過自己做一隻東西 慢慢地設置 這樣產生了興趣 所以學校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就入了這個機嫌少了 以前在工房的時候 就見到一些人在製造 那些人在製造 我覺得很有趣又很厲害 那就很想試 對科學的熱愛 除了讓同學們多了一項興趣之外 亦都引領著他們的前路 未來大學讀醫 然後可能都會做相關的 可能不是電子的研究 但可能是生化方面的研究 因為我一直覺得科技最大的目的 是改善人類的生活 我對癌症方面會有一點點興趣 希望可以以人類的微小力量 去控制下這方面的疾病 因為在參加這個科普 我就後習到很多東西 例如這個克服的精神 我們不斷地探索 嘗試 即使失敗了 我們都不會放棄 因為機械對我們人類的幫助都很大 這樣我自己就沒有太遠大的目標 不過呢 都自己都是想說 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可以做福到人類的 加入機械人小組 通常他們讀書 都算叫安慰的 但他們讀書也有差不多 亦都是比較內向 但是加入了機械人小組的時候 看到他們跟同學之間的互動 和他們的合作精神 看到他們發揮出來 還有呢 亦都是幫助到他們 啟發到他們 對於工程學科有些興趣 那我跟我的學生 出來的時候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選擇回讀工程的學科 那 亦都看到他們很開心 很多同學出到外國 在外國的發揮 亦都是非常之好 隨著科普活動的推廣 近年參與科普競賽的同學多了 水平亦都提高了 我想近年 就是那幾年來講 大家看到 就是我們澳門的科普 是搞得很好 當然如果有成績的話 他們的興趣都會提高 除了教青局的教法基金之外 還有科學發展基金 他們都很支持課程 以及很支持一些機人的物料 更加提出 就是教青局 其實簡直是資助了 去外地比賽的經費 所以那幾年的科普都搞得很好 有良好的土壤 亦都需要雨水的滋潤 種子才能夠發芽成長 同樣地在科普競賽當中獲獎 讓同學們得到信心 亦都鼓勵他們在科研路上前進 他們會成就怎樣的未來呢 令人期待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